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做法 譬如说他主动把一些招生还是错的科系停招 然后呢欠薪未完 欠老师跟资源的薪水未完 然后呢进一步逼走学生 让他们转学 转学了很多学生后来就休学了 那再进一步把老师逼走 那我们认为这是 在这个退场过程当中 借着少子化之名 来吞噬我们国家的教育资产的一种做法 那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教育部并没有真正把关 有让这样的一个集团 入住这个董事会 借着少子化 大家社会上认为 的确会有学校会退场 这样的一个名义 反而让原来属于公共资产的学校 变成是个人 私人董事会的这样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教育部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关 如何让学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安心的念到毕业 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教育部这边有记录的 已经有将近六百位的学生 因此因为新的董事会进来 有将近六百位的学生 因此被要求要转学 休学甚至导致错节的 也有几十位的这样的很严重的人数 那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就是面临的 整个学校的一个很严重的状况是 现在董事会 董事长 跟校长就是都双双赞词 整个校务严重的荒废 那个人力各单位的人力严重的不足 导致校务荒废非常严重 导致我们目前的校园的安全 行政的荒废作业 不管是图书馆校园的故事 然后甚至陶艺西子 剩下一个专业的老师在授课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是要很请委员 然后立法委员 然后还有教育部自己都说 亚太的校务已经严重荒废 达到就是私校法25条 就是已经 就是不正常运作的等级了 目前亚太学院呢 是声称他因为现金不足 所以就欠老师的薪水 然后呢 并且在今天下午 就是今天下午 派出了一位律师 要求老师们签下 自愿离职 要求老师签下 自愿离职的统一组 就是在今天下午 那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如果学生都还在 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把老师逼走 那把老师逼走之后 这些学生怎么办呢 他原来的专业的 这些课程 还有办法再开下去吗 目前我们的学生 大概有1000位左右 那七月份毕业之后 大概只剩下300位 那这个300位呢 我们要如何的去安置他 让他顺利的毕业 是我们目前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因为学校 今天下午就要举办了一个 所谓的意象说明书 这个意象说明的意思呢 就是他期望六十万 就把我们这些教职员 把它清空 当我们还有300多位的学生 在校 希望在原校毕业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又要把我们专业老师清空 我想这是互相违背的 学生还要原校 联系毕业这个权利 要确实保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够把老师亲走 然后用兼任老师或其他的方式 来让学生享有 他明明讲完整的学会 却享有破碎的这个受教权 我们应该保障他 所有学生完整的权益 专任老师要开组表定的课程 正常使用校内的各种学术资源 在修业年限内 被保证能够继续修课才能毕业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再来是亚太学校 他现在的校团 还有11亿左右 他足够应付 这些既有的学生 他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现金不足并不是一个 可以立刻停办的戒口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是我们未来台湾 退场政策的一个试金石 如果我们在退场政策上 能够容许亚太这种做法 能够容许董事会这种做法 那我们不要再谈 将来还有什么样 合乎正义的 能够保障学生受教权 以及保障老师教职员的各种权益 保障我们国家资产的 这一个条款大概就做不到 教育是公共财 这件事情不应该成为一个虚持的 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私立学校 或公立学校 教育应该要确保 这些学生的受教权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传承 各位可能不知道 亚太创业学院 他们的陶逸跟他们的茶文化 事实上跟我们农乡 是非常经厉相关的 而且他们也曾经研发出 什么样的好事和靠什么样的 换句话说 他们的学术的传承 事实上是有非常具体的贡献的 可是这些东西呢 都被宜盛集团给忽略了 教育部不能够再放任这件事了 教育部应该派公益董事进驻 第二个 教育部本身要把宜盛集团的董事会 给予施压 第三个是我觉得 道教工会应该来协助 以及我们也会支持 是不是有法律的 义务法律的协助 来协助老师跟 现在宜盛集团派出来的律师来供讽 到底我们校产可不可以用来作为融资 来支应教师跟学校的经常性营运的不足 很抱歉 我必须说在这里跟着大家说 根据私立学法是不可以的 因为私立学法它很清楚 捐资新学 所有捐出来的资产 假如是10亿元 买了校舍买了校地 盖了校舍买了设备 这些都不得作为日常营运资金使用 在2007年 私立学法经过修法之后 教育部 让渡或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现在新法25条规定 必须提出向法院申请 那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之后呢 才能解除现任董事会的职权 我们觉得未来私立学校 在现在私立学法的法治规判 显然没法应用的情况之下 教育部不得在这个时候 同意以退场的方式 让校方得以出售资产 因为这就是都应集团要的目的 那至于说目前 遇到了目前私立学法的限制 造成刚刚包括陈医书长所说的 那么现在学校的营运困难 他不得用资产去抵押 去取得资金 来偿还学校的债务 或者是偿还记性的薪资 或者是维持营运所需要的资金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觉得应该要另外专案的方式 特别在私立学校法 跟在审查当中的退场条例之外 来寻求帮雅太来解套 仔细看这个私立学校法第25条 他是在讲说 如果是董事 那违反了这个法令跟捐助章程的时候 教部仍然有这个最后接管的这个中断 那当然这是一个教育部跟我们认知上有差异的地方 那我们提出来是说 第一个 这个董事会违反教室待遇条例第27条 他违反捐助章程的前几条 他没有要办决 第二个 他违反了私立学校法里面有关于利益违避的问题 他违反了私立学校法 自行细则里面有关教职远 薪资待遇的问题 他违反了私立学校法里面 不仅是利益违避 还有关于他权限的问题 因为教育部 他一直拿私立学校法第25条 他不能够作为的 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每次认为说 即便按照你教育部说的好了 就不按照私立学校法第25条来处分 来解决这个 这个亚太现在面临的问题 那你也要像中委文提出来的一样 要有个专案来解决 你也没有 那我当然是赞成委员提到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 比较好的专案来解决 也能够让 关心这件事情的 教育部委员 以及教育部也好 甚至新的董事会 乃至于旧的董事会 所谓旧的可能是医生 或者是医生的白手套 是新的 我们也搞不清楚 那是不是能够坐下来谈 到底未来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不要老是把老师 跟学生蒙在屋里 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又要发生什么 你这样 能够营造一个好的退场政策吗